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世界大事 着眼人类前途命运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历史性成就 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今年一带一路经贸投资合作稳中有进 一至十一月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7.65万亿元同比增长2.6%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1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8% 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78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5% 互联互通合作捷报频传 中欧班列今年前11个月累计开行16145列 发送货物174.9万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7%和19% 货物运量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总运量 亚万高铁开通运营两个月 发送旅客突破100万人次 孟加拉国父隧道 尼日利亚来基深水港等项目落成 有力地促进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 民生合作硕果累累 中方元件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年初竣工 鲁班工坊 光明行 菌草技术 杂交水稻 清蒿素等小而美的名声工程 持续汇集发展中国家 产生了广泛的积极效应 绿色数字等领域的合作 芳心为爱 中国同多国共同发布了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北京倡议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 加强水电 风电 光伏等绿色产业合作 推动思路电商等数字经济新载体 赋能传统产业 10月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是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最隆重的活动 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习近平主席回顾10年成就 总结成功经验 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为一带一路明确了新方向 开辟了新愿景 注入了新动力 我们期待 以一带一路10周年为新的起点 与各方一道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失控感 收аг 恐 inglés 独炎 唷 那